然后啊 那么 再往下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捕获UIL参数啊 捕获UIL参数呢 我们虽然没给大家提 但是已经讲过了啊 就是你进行这个UIL配置的时候啊 我们把所需要捕获的部分 你把它变成一个正德表达式的组 这样将过框架啊 它呢就会自动把组里面的内容呢 传递给后面对应的试图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也再给大家写一下啊 你比如说 我现在呢 在这边配置一个地址 我就直接写上一个啊 UIL 然后R 我就写上一个上线口号叫做 烧 LG吧 烧LG啊 然后呢后面我写一个数字 对吧 我匹配一个数字 叫做-D 加 匹配一个数字 那么然后呢 我把它们的直接呢 用括号扩起来 把它变成一个正德表达式的组 那么 OK 然后它对应的试图呢 我就叫做VIOs 点烧 ARG啊 烧ARG 那么 这样的话啊 这个都 这个呢就叫做捕获 UIL参数啊 你一旦敲这个地址的时候 这个地址后面的这个数字呢 Jungle呢就会把它传给后面对应的试图啊 我们这个叫捕获啊 UIL参数 那么然后呢 我们就定义这个试图啊 在这里面直接定义这个试图 叫做Define 烧鸭记 烧鸭记啊 然后呢写上一个request啊 写上一个request啊 OK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 你这里面 只要你进行了捕获啊 你在定义这个试图的时候 这个对应的参数呢 就必须 必须有啊 必须有 你不能不写啊 比如说我叫做BID 我叫做Nama吧 直接我们写一个Nama啊 然后 在这里面 我们在这边简单一点 就直接把这个数字返回一下啊 导入这个类 从Jungle啊 点HTTP import我们的HTTP Response啊 在这里面 我就直接return我们的 HTTPResponse 直接 把这个Nama数字给它返回一下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 你在这边 当你输这个烧 ARG11的时候 对吧 你一回这 这里面 烧ARG 加了一个 少了一个消耗线 对吧 少了一个消耗线啊 OK 那么这个呢 回事 是不是显示意 对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捕获URL参数啊 就是你 你一旦敲出这种地址的时候呢 他在这里面 根据配置的时候 那么 将个本身帮你进行 这个匹配的时候呢 他一匹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一看啊 你这个数字 这个地方 你把它变成了一个组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组里面的内容呢 传递给后面对应的 是图 这就叫做捕获URL参数啊 那么 这种捕获URL参数啊 我们把它叫做 位置参数啊 位置 位置参数啊 那么捕获URL参数呢 还有一种方式叫做 关键字参数啊 所谓的 关键字参数也很简单 就是在位置参数的基础之上 给你的正德表达师的组呢 起一个名字啊 给正德表达师起一个组的名字还记得吗 问号P对吧 监管号里面跟上一个组名 那你比如这一部分啊 我还是把它注视点 我们再换一个 把它呢 再来一个啊 这里面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组的时候 我们给这个组起一个名字 我就写上一个问号P 然后呢 我给它起个名字的 那么对吧 哎 这个呢 它就是捕获URL参数的第二种方式啊 叫做 关键字参数啊 哎 关键字 OK 那么 这个我们写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能不能显示 比如说我写上一个22 回上哎 是不是22 对吧 那么注意关键字参数的时候 你要你要注意一个点啊 就是你这个 你这个后面对应的试图 它的参数的名字 必须和这个组名呢 它一样啊 它一样 哎 我这边是不是写的一样呢 对吧 哎 它就可以成功啊 假如说我改一个不一样的 比如我改成那么一 那你再去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刷新这个页面 刷新啊 看到没有 他就给你报一个错误啊 你的烧URG呢 他哎 得到了一个 哎 意外的参数 对吧 意外的关键字参数叫做 那么啊 叫那么 哎 所以他传的时候呢 现在他是 哎 你这里面只要你配置的时候啊 你是关键 你给他设置了一个名字 他传的时候呢 他就把 他就通过关键字参数 传给后面对应的试图 所以你的试图里面 这个参数必须和关键字 和正德表达上的组名呢 保持一致啊 OK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哎 第二种 哎 捕获URG参数的方式啊 哎 第一种呢 就是 位置参数 哎 位置参数的时候呢 你对应试图的参数名 你可以自己呢 随意的去 指定 但是关键字参数的时候 试图中参数的名字 必须和正德表达式的组名呢 一致啊 一致 哎 这是捕获URG参数的参数啊 谢谢观看